同是一切油类 只要有香味的油都可以点灯供养 所以叫做猪香油灯 各种香油做成油灯都可以点来供养法宝 那么猪香油灯的种类当中 下面就列出许多花做成的香油的灯 去点灯供养 苏摩纳花油灯 苏摩纳就是前面的苏摩纳 苏摩纳 前面的苏摩纳就是苏摩纳 这是印度法 翻成中国话叫做善称义 善称义花 苏摩纳花就是善称义花 这个花很好看 人看到生欢喜心 此人满意 所以叫做善称义花 这个花有油 炸出油来很香 可以点灯供养 善称义花有灯 善称义花是黄花 印度话善称义花翻成中国话就是黄 善称义花就是黄花 普通一般有颜色的花都是不香的 可是印度的一种黄色的小小的花呀 很香 而且有油 把它炸出油来 可以点灯供养 所以叫做善称义花有灯 婆斯加华油灯 婆斯加就是前面的玻璃斯加 玻璃斯加 婆斯加玻璃斯加相同的都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叫做下生花 夏天的下 下生花 这种玻璃斯加 这种的花也很香 也可以炸油 把它做出油来呀 压出油来呀 可以点灯供养 所以叫做婆斯加花有灯 油波罗花有灯 油波罗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叫做青莲花 青色的 青色的莲花 这种青色的莲花也是很香的 也是有油 可以把它压成 这个压出的 压出的油啊 可以点灯 来供养 这个灯供养的种类最多 说出这么多种类的灯供养啊 它的意思就是表示灯是光明 启发修行的人的智慧光明 使人能够开智慧 根本智后的智 无私智 自然智 都从这个地方登来 所以这个油灯特别多 如是等百千种供养者 如是 纸上文 花香翻盖油灯 等者等于其他各种的供品 包含在里面不能一系列了 所以用一个等字概括 百千种供养 就世间一百一千 就说很多了 不是固定的数目 用世间各种的供品呢 都可以拿来供养法宝 佛说到这里啊 对罗刺女 叫她一声明知啊 要她注意 好好发心付词 所以说 高地 卢等 极健俗 应当永复如是法事 高地 就是前面的十罗刺女的 第九位 他就是所有的功能 他都具备 十位 罗刺女的前八位 后一位的所有的功能呢 他完全具备 所以佛教高地一位 罗刺女 就包含总称那个其他的九位 也包含这个鬼子母 鬼子通通包含在里面 说你们 卢等 并及你所统领的剑属 应当要这样发心 应当永复如是法事 你们大家应当 应当就 你这样做是最好的 活佛佛的意志的 就是像上面的香发供养当 还要付词 使他安心修行 这样子供养修持法法经的法师 那你们的功德 也就不可思议了 这是罗刺女 这个 说咒供养 付词这个法法经 到这里第三段 就是说咒付词 说完了 就是一咒付 请一咒付 课版里面的第三 请一咒付 到这里说完 下面盯着一下第四 文凭利益 听到这一品经 当时所得到的利益 文是听了 听到这一品 陀罗尼凭经 在当时03会上 听众所得到的利益 什么样的利益 说是陀罗尼凭时 六万八千人 得无神法人 在03会上 说法法经 当时要往菩萨灯 一直到罗刺女 两位菩萨 两位天王 跟罗刺女 说这个咒 来付词 法法经 这个陀罗尼凭 这个咒 这一品的经 说完的时候 当时03会上的 法法会上的听众 没有得到无神法人的 当时有六万八千人 世间人道众生的人 有六万八千那么多 他们都证到无神法人 无神就是礼了 诸法的礼体 礼体本来不生不灭 例如真如自信 本来就是不生不灭 无生就是无灭 既然没有生 哪里有灭 有生才有灭 无生就无灭 那么就说明 这个诸法的礼体 本来不生不灭 这个不生不灭的诸法礼心 他们亲自证悟到了 那么在心地里面 亲证这种的 无神之礼的妙法 无神法 他证到这个无神之法 人可以信 人心地里面 得到这个法的 那一种的境界 内心的得法的境界 说不出来 没有办法表达 这个情况就是 好像你们平常有事 忍在心里 没有办法表达的情况一样 有事猛在心里 表达不出来 那种人 是一种苦恼的 他们正到无神之法 心地里冷暖自知的境界 没有办法用一言文字表达 那种人 是快乐的 熟盛的 非常光明的 这个时候他们正到无神法 正到这个无神之法的理 人可以信 心地里清净光明 那种的境界 没有办法用一言文字表达 是黎明自相 黎言说相 黎心原相 心也没办法去原理他 那么这种境界 人口以心 那是非常的爽快的一种境界 所以叫做无神法人 那么要得无神法人 最起码出地菩萨 出地能得无神人 那么这个出地以上的菩萨 就能分正无神法人 到了七八九地 真的更圆满了 当然要究竟圆满就是佛国 才是究竟无神法人 人王经 人王复国般若经里面 分别无人 无中人 无中人 这个无神人 就是第四 就是指这个菩萨 七八九地菩萨 能得无神人 那么出地就能得 七八九地 就更圆满了 真正圆满是到极灭人 极灭人 那就是佛的果位 才算是究竟圆 那么这些六万八千人 都得到无神法人 那么显示有六万八千人 得到最起码出地菩萨的境界 听到陀罗尼平 得到出地菩萨的境界 就显示这个陀罗尼平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 从前呢 也有人专门授持陀罗尼平 专读诵陀罗尼平 由此得到这个很殊胜的境界的 也是在这个法法经的感应录里面 也有所记载的 到这里为止 陀罗尼平讲完 也就是全部经 已经讲完第二十六品了 讲完二十六品 最后剩下两品经 第二十七品 叫做妙庄严王本四品 本级两门的总流通当中 这本两门的总流通份 这个约法他劝流通 约度化众生劝流通当中 第四说明人父 第一是勉励弘法之师 就是要王瓶 第二是勉励受罚的弟子 就是妙阴瓶跟普门瓶 第三是说明咒的副持 就是前面陀罗尼平 现在第四就是说明人的副持 借这个妙庄严王舍协归正 副持正法 来说明人的副持 所以叫做明仁父 妙庄严王本四品的人父当中 分成六段 这品经分成六段 第一明示本 第二双标所化能化 第三明能化方便 第四明所化利益 第五节慧古经 第六文凭悟道 这一篇经有这六段 这里就先讲第一段 明示本 就是妙庄严王本事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根本 叫做示本 就是妙庄严王当时的事实的根本情况了 那么关于这个妙庄严王的一些有关的故事啊 就留到这个节慧古经的时候啊 同时说明啊 因为这是说他的本事 所以叫做本事品啊 那么这都是一种故事啊 说明这位王啊 国王 本来是学邪道的 那么由他的夫人 两位儿子 教化他 使他能够舍邪归正 啊 那么一法法法门 而得悟 啊 那么后边经文 说这个道理 所以叫做妙庄严王本事品 那么先说第一段 啊 就是示本 本事的根本啊 而时 佛告诸大众 乃王古事 过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欧生其解 有佛 明 云伦因 秀王华智 多托欧切度 欧罗乎 三毛三佛陀 国明光明庄严 杰明起见 这就是 呃 说明他的四本啊 啊 就是妙庄严王的四十 他最初的 发生的根本的地方 就是当时有个国土 有佛在叫化 啊 妙庄严王就在那个时候 做王 啊 而时 前面陀罗宁平说完了 啊 那个时候 释迟罗宁平对当时林三会上的听众们说下面的妙庄严王的故事 这告诸大众 啊 佛宣告 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下面的话 啊 来王以下就是释迟罗宁平对当时林三会儿的故事 就是释迟罗宁平对当时林三会儿的故事 也是华言十大数之一 不可思 不可义 啊 无量无边也是十大数之一 啊 那么就是说 无数量无边际不可义心思不可义口义无数皆 以前 很久很久了 久到没有办法用数目字表达了 嗯 那个时候的世界呢 呃 有一尊佛出现世界 这个佛的名字啊 叫做云雷音秀王华智 这是佛的别名 云雷 空中乌云密布啊 要下雨的时候先打雷啊 嗯 所以叫做雷音 嗯 那么 云 比佛的慈悲心 覆盖 三千大千世界 显示佛的慈悲心啊 福应一切众生 雷 雷的声音啊 比佛的说法 正容法晦 啊 众生的迷蒙啊 迷蒙 通通都由佛的警觉 说法 而是他醒悟过来 好像雷音 呃 就行一些迷迷失的众生 所以雷音是比佛说法 秀王 心秀中王 啊 这个俗字不念俗啊 念秀 心秀 天上的心心啊 就是心秀 啊 心秀中王是什么呢 月亮 月亮是心秀中王 啊 就是拿月来比佛了 就秀中王 佛向天上月亮 啊 这菩萨清凉月 常有必尽空 啊 以清凉月来比佛的慈悲心 使众生心地消除热闹而做清凉 所以就是秀王 华就是花 英帝广修六度万恨万性樱花 在英帝修行 修六度 六度包含万性 啊 一切修行法门统统包含在里面 啊 好像莲花开一样 啊 所以用花来比英帝 啊 这尊佛英帝修行功德无量无边 啊 修万性樱花 所以好像花 啊 那么由此他成就国地上的智慧 根本智 后的智 啊 一切智慧都具备 啊 那么就是所谓一切种智 啊 成就国地上的一切种智 所以叫做云雷阴秀王华智 佛的名字 啊 佛的功德无量无边 就是用这些意义啊 来表达佛的圣德 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啊 啊 多多欧阶度 啊 这尊佛的名字 云雷阴秀王法治 说完了啊 那么多多欧阶度是就是如来应共等啊 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一下吧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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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